你会为了一家酒店而到访一座城市吗 近期我便专程为了威斯汀酒店而去了一趟温州 酒店占据目前温州第二高楼智信广场的35到52层 以过人的高度俯瞰市区全景 同时也十分方便游客前往市区各大热门大咖店 酒店的设计理念贯穿了山水欧越与都市绿洲的概念 中空市的大唐中庭 利奥有酒店中庭之父之称的波特曼建筑事务所打造 充分借用自然采光 美感拉满 山水的意象在酒店里肆意挥洒 将温州的城市特色娓娓道来 酒店的客房更是打破了许多商务酒店客板的视觉印象 提炼出代表自然的绿色作为主色调 窗边的小沙发兼具茶歇功能 半落地窗将在绿意环绕中的南唐景色尽收眼底 使人心情也随着视觉而愉悦 卧室区域的流线造型 威斯汀标志性的天梦之床 与薰衣草精油的多层加持 使我在温州的数日得以夜夜酣眠 双出入口的半开放式位于空间 菜光很是通透 温州人对于吃极为讲究 这与薇斯汀的eatwell理念不谋而合 温州吃早餐称为吃天光 而酒店早餐提供的糯米饭则经过精心研制 丝毫不输最正宗的街头味道 温州菜又称为欧菜 讲究对食材的运用 以清鲜味为主 薇斯汀中餐行政总厨 欧菜大师郑武及30年欧菜功力 糖做传统温州鱼碗汤 仅以胡椒 醋 葱等调料简单入味 清汤带水 甜中带酸 而温州人无黄鱼不成言 餐厅的秘质酒香东海大黄鱼 更是每餐必备 来温州不要忘了乘船夜游 距离酒店仅5分钟车程的南堂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 是最快近距离了解温州文化历史的方式 而回到酒店时 再来一碗温州特色的夏季饮品 杏仁府 在这温润之州 一切相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是吗 不是吗